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小时候就告诉我 你要用功读书 我负责赚钱 大家分工 他希望我做一个有用的人 那所谓有用就是做好学生 然后不要让妈妈担心 那对别人有用 当然到最后发现说要对社会有用 所以我从小喜欢玩 除了都市以外就喜欢玩 但是玩的时候看到妈妈上午特别忙 因为在卖鸭蛋 所以我就帮忙了解组和做生意 然后学到了同说无期的这样一个诚信的一个原则 那可以说从小呢 就是在母教 传统的文化 中校结义 然后耳提便命 那在学校教育每天听到的就是我们宠盟的思想 历史上面的兴衰的历史 这个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了解 所以我刚好 因为也不晓得为什么 母亲也没有反对我有新的想法 所以有很多对的当然就跟着大家一样 我是好学生 但是呢 有一些我不以为难的 我就想要走自己的路 Me too is not my style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大家一定要独一 我前班大概第一次都是医生 然后大学以后全部要出国 我就选择另外一条路 大家待遇要好 要进外商 我就找一个本土的一个企业进去第一次就业 所以这个都是非主流价值 但是呢 竟然因为这样呢 就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那1976年实质上 我也可以说是非常意外的 因为我意其创业的电子公司 做得非常非常的成功 赚了很多钱 但是因为那是一个家族企业 他把赚了的钱都挪到幌制业 最后公司现金没有了 不得不倒闭 所以我就不得不带了我们那些研发的人 本来创立了宏基就是Multitech 为了做维除了一些研钉 为了遏制工业革命 整个来努力 那这个是我们创业的时候的一些照片 以及我们的一些经营团队 共同的创办者 同时也开发了很多新创的产品 就是也在国际上也开始受到大家的欢迎 很重要的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面 虽然经过两次的再造 但是都还算很成功的 往前不断的在走 那我很早就决定六十岁要退休 所以在二零零四年呢 我很幸运的可以融退 本来二零零一年我很担心 我那时候要黯然下台 因为没有做好 后来交出去的是把AS跟BenQ Wistrong三个集团 从一百万新台币 做到了美金两百二十 二百二十亿的规模 来退休 当然在前年已经超过了两亿新台币的一个规模 那我也是很高兴 那退休之后呢 当然还要做市场嘛 所以公益可能以从共创共胜的立场 可能目标更大 因此而就选择成立了一个宏祭基金会 选择了以赔役人才 社会上台湾要提升它的竞争力 所需要的人才来努力 从标杆协议到王道新船班 到了最近的微笑品牌发展中心 在以人才的赔役为它的主要的一个方向 在气联年初 联酳之后 联酱作品牌 on 当面这些 cô 时《 farmons》 标� armor 來行銷的這個過程裡面 還有整個這個生態有太去發展 所以我很希望過去一遊 過去的一個經驗 能夠對於藝文生態生生不息的裡面 開創一個新的機制 一起來努力 那你可以看到 我就參與各種不同的藝文活動 這個是昨天晚上 在中正紀念堂有武聖觀光 我請了三百多個親朋好友 還有一些同事 大家一起來觀賞這個樣子 我今天可以退休以後 我可以這樣claim說 我是現在我的幸福快樂指數 不斷的在提高 那我也希望 我現在的有用的價值 也不斷的在提升 所以接下來 我就對於我四十年的親生的體驗 等於研究所畢業以後 到現在四十億人 我誤出了 無道可以 易於官司之道 這個道 我把它稱為王道 那當然 整個今天的題目 比較遠大的 我來解釋這個題目呢 實際上共創共生 最高的一個境界 就是要人類文明要進步 因為只有透過共創 來達到 不斷的在進步 同時呢 世界的和平 造成所有的 人都繁榮的一個發展 社會繁榮的發展 這個是我們最大的一個目標 那至於跟王道之間的關係 等一下我再說明 那今天我們在談王道 絕對不是在談帝王之道 而是在談大大小小組織的領導之道 那王道 我今天給他的一個定義呢 有三個基本的信念 第一個 就是要創造價值 你帶一個組織 它存在的目的 就為社會要創造價值 第二個 就是所有一起創造價值的這些利益相關者 包含你創造給價值的給社會或者消費者 客戶呢 他也要有利益平衡的這樣一個機制 然後追求的就是一個勇氣的一個經營 這個是非常基本的一個信念 我們談創造價值很重要的就是要考慮 到底創造什麼價值 一般人的盲點就會對現在有形直接的比較重視 但實質上 一個領導人是帶了疫情 一個社會的資源 往未來社會再創造價值 所以對於無形間接以及未來的價值 實質上領導者對這樣一個價值要有一個重要的一個觀念 和他的信念就是這個價值的六面相呢 本身有互相交替不滅的一個理論 同時呢 整個相互之間也互相影響 而如何建置一個有效的轉換機制 是領導者應該要去重視的 所以他要重視的六面相之間的互相平衡 以及整個總價值 這個是我所謂六面相的價值論 那算總賬了 那談到利益平衡呢 因為要創造新社會的價值 是有很多利益相關者共同創造的一個結果 而且這些參與者如果沒有利益沒有誘因的話呢 他這個團隊的精神就喪失了 所以因此利益平衡可以切保團隊力量的發揮 同時能夠持續的不斷的合作下去 那其中很重要的 我們要有一個觀念 它是動態了 過去有價值的東西 現在未來不一定有價值 過去平衡了 今天平衡了 明天你可能要重新要思考一個新的機制 讓它能夠持續平衡 只有透過不斷的創造價值 以及整個利益的平衡呢 才能夠產生整個社會最大的一個效益 因此呢 我就也能憲不來分享我過去的一個想法 因為要創造價值 所以我腦筋裡面想到了 就是哪裡有瓶頸 因為瓶頸讓價值沒有辦法體現 我就早想辦法來突破 但是要突破那個瓶頸呢 如果不困難的話 一定不是瓶頸 所以你一定不得不要挑戰困難 所以切入點就是挑戰困難 突破瓶頸 要創造價值 做法也很簡單 就是反向思考 不要跟人家一樣 跟人家一樣要走自己的路子 才有機會能夠創造價值 所以可以說 第一個我看到重大的瓶頸 我從小節就接受這個信息了 我們是一盤三沙 總是中央集錢 師傅總是要留意 對這個家天下 這個對社會的進步一定是非常不利的 但是為什麼讓它留下幾百年沒有辦法突破 當然這個就是想要突破 才能夠讓人能夠充分的發揮 而很明顯的 如果人是社會上最重大的一個資源 而這個資源呢 如果能夠給他有好的環境 機制能夠讓他發揮他的潛能呢 實際上可以創造很多很多的價值 所以一盤三沙 我就建置一個利益共同體 錢嚴入股 不留一手 從我開始整個組織就鼓勵不留一手 我們承擔分散式的管理 盡量授錢 有風險在 但是只有透過這樣來能夠掌握機會 人才能夠成長 還有傳賢不傳職 這樣一個機制呢 透過反向思考 而且對於一般人性的盲點 也就是挑戰他 我自己要想辦法享受大前旁路 我不要全力 我享受他 我不要認輸 因為我的目的是要贏 很多人都不認輸了 但是忘了他的目的是要贏的 有的人是要面子 結果把命撕掉了 這個是很奇怪的 對我來講很奇怪 但是這個就是人性的一個盲點 我是未立即 實際上我是主要的要立即 但是我想通了 我只有立他才是最好的立即 這樣一個邏輯非常重要 落實人性本上 來建構一個激發人才潛能的一個舞台 所以最後我就用王道來看大家的 對於個人電腦大家比較了解的 個人電腦到今天剛好發表到現在是31年 這31年來整個這個過程跟王道的精神是有關的 1981年 1981年 IBM出來之後 MSDOS的PC 所有的美國 歐洲 日本的電腦公司都有PC 但是他們都不相容 很明顯的 從創造價值的角度 整個消費者可以用的 整個電腦是以應用的軟體為主 作業系統大家才不管它 就是應用軟體 而應用軟體呢 如果要消費者有用呢 一方面它應用軟體要多 一方面要能夠相容才可以 可以有很多的選擇 而且因為在1982年的時候 開始有Compact推出一個相容的一個產品 一下子就大家把非相容的PC 都慢慢的就把它淘汰掉了 那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消費者有相容之後呢 他PC的價格也比較低了 那對消費者的價值以及參與這個相容性的利益相關者 因為應用軟體是很多很多參與 還有整個產品還有硬體的衍生卡等等這些呢 都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再往下再看呢 Apple的PC不差 但是比較方便比較貴 買的人呢 軟體也不能互容應用的話 發現變成少數人有對Apple喜愛的人買 佔不到百分之五 但是百分之九十五的PC 還是以Wintail領導的相容的PC為主 我想Ninux的作業系統大家了解 它免費 參與的人它的group是很多 但是如果以王道的精神來思考的話 對消費者的價值呢沒有辦法有效的提現 因為它沒有一個標準 同時呢 參與者呢 無力可圖 所以它能夠創新的力量 持續的力量也不夠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只有 是Wintail 雖然受到很大的挑戰 Wintail 但是還是 毅力在那邊 而後來呢 這個現象 在Google的Enjoy 改變了以後 當然整個生態就開始不同了 MP3的技術 實際上 Apple、iPod出來了 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啊 從技術的角度 但是它建構一個對消費者很好的生態 創造對消費者價值能夠體現 同時 所有的利益相關者 很多的尤其是音樂的著作者 很多跟這個有關的 大家都有利可圖 所以它就能夠慢慢受到市場的親愛 smart phone 也是從普通的電腦upgrade到smart phone的時候 Nokia也是最早推出 但是到最後 還是以Apple所推出的iPhone 把這個生態建構起來 利益相關者 一起來創造最大的價值 對消費者來講 然後大家有利可圖 所以這個是整個生態來看 Notebook實際上 對一個工作同仁來講 還是很重要 到今天還是很重要 但是有一大堆的新的使用者 需要利用用iPad這種平台面腦 創造新的體會 再加上很多的應用軟體 很簡單的App 再配合整個網路 現在雲端的服務的普及了 實際上創造新的價值 所以對Notebook當然現在也產生了一些挑戰 那我們來往後看 整個 因為市場實在是越來越大 大到這個生態裡面 實際上也可以有共農共存的多生態的存在 從Apple的iOS Google的enjoy 到Microsoft Windows 8之後 實際上我們認為這三個生態是一起會存在的 是不是永遠能夠存在 那就起結於整個這個生態的領導人 因為只有行王道他才可以行天下 如果這個三個或者未來五個十個這些 這個生態的領導者可能會有大陸會有人出來 有一個生態 他如果領導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施霸道的話 終究他會被消失了 我想今天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